作曲 李宗盛 明月断桥上 后面几波澜 孤险感 即心酸乱心房 阴云绕情伤 人间遇见难 独钟声 瞎看一旦 我又尘封去他 此时孤难卷 今夕何夕 如期 海船将回忆 是音乐 眉目深情的夜 看月破 成风月而为 永远千年胸 共生年 Zither Harp 殿下 卢梦馆那边传来消息 女武座已经给吴雪姬验尸了 怎么样 能证明太子哥哥是凶手吗 这 还不能 愚蠢 这么点案子查不明白 但是目前得出结论 这个吴雪姬是烧炭二王 至于谁烧的 为什么烧 还得考证 查去啊 这 但是事关太子殿下 还得 您去驻岛 我 让我去驻岛 我会呢我 您只要去现场督岛就行 现场督岛 那岂不是要看那吴雪姬的尸体 我 我不去 如梦馆的人说 这吴雪姬的尸体宛如生死 十分美丽 那么还是个尸体吗 我要被鬼缠上 晚上睡不着怎么办 是 太麻烦了 旁边是吴雪姬的休息室 室内有尚未染尖的探门 浅门窗均被棉絮封闭 应该就是死亡现场 卑职推测 吴雪姬是在休息室死后 被人移动到这炼武房 摆放在这舞台中央的 绿王殿下 您可要去看看 本王没兴趣 卑职恭送绿王殿下 你当然没兴趣 这不都是你搞的怪吗 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 不能让他看到雪姬节的秘密 诶 文书大哥 你也辛苦了一天了 快回去歇着吧 我替你看看啊 杜文书 吴雪姬的身世你缠了吗 他今年多大年纪了 吴雪姬十五岁入入梦关 一武成名 至今八年恰好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 好 你想说什么 殿下 属下有一些忧虑 你又在忧虑上 这小青分明就是个无赖 您今日纵容了他 属下怕他以后缠上你 然后打着您的名头 在这圣经城里做坏事 本王被大梁的摆卸住 称为什么 这 他那点小松 本王还不放在眼里 但从昨夜争抢霓裳物一一事来看 他似乎对殿下的计划十分了解 属下怕他以后 对我们的行事会有不利 他的确是个变术 但五雪姬一样 本王胜劝在乎 东正思 本王是在逼的 卑职推测 五雪姬是在休息室死后 被人移动到这练武房 这就是五雪姬的休息室 对 这是徐姐姐跳舞时 用的特质丝带 证明 这就是他的休息室 室内有尚未燃尽的探盘 且门窗均被棉絮封闭 应该就是死亡现账 是 你在干什么 没 没什么 这花好端端的 怎么就哭了呢 这是我在找的药栅 我够低调了吧 线索通路的不明显吧 我够尽快帮瑶瑶用药渣证明 五雪姬是自杀 我够尽快帮瑶瑶用药渣证明 不可以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选一格 因为你在查看药渣的时候 发现一味药材极为罕见 你闻所未闻 所以你想来 打探打探 你似乎 对我的所思所想 了如指掌 我当然了解你的想法 那是因为咱俩一样 都想查清楚 吴雪姬的真正死亡原因 还太子殿下 一个清白 那行吧 快进去吧 再晚就见不到宫阁了 我 我 我肚子疼 你先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里面住的可是 基础的帮凶贡业旗 有病应该及时医治 莫要会及记医 那待会儿如果我突然晕倒 你可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你一定要带我走 你 你为什么会晕倒 因为我怕 怕什么 这里的主人 为什么 你难道没听说过 南宫义北宛书吗 这里的主人 就是被大家称之为宫阁的 南宫义 宫也 旗 医者玄乎济世 是 救死扶伤 有什么好害怕的 医者 自然是可以做好事 但也可以杀人于无形 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杀人于无形吗 这个想法不错 这一条鱼是小红吗 这条鱼是小红吗 你竟然是小红 这条鱼是小红 那你就是悬疑阁阁主 空也齐 正是才相 这条鱼是一条鱼 你 你 你 小红姑娘 小红姑娘 她怎么样 她心事欲解 思虑过重 身体又极为疲乏 所以才晕倒她 这条鱼 凌五座不必担心 她身体底子极好 只要心屋旁骛的 休养两日即可 这是 凌某此次前来 是想请宫阁看看这个要诈 这个 找到了 原来这种药材叫隐冰 具有美容养颜 延缓肌肤衰老的功效 这世上真有这么好的东西 那天下女人不是都不怕变老了 自然是没有这种好事 自然是没有这种好事 书上说了 这种药材极为罕见 只生长在南晋国 巢热的蛮荒山山 药性极寒烈 带有微毒 虽能言缓容貌衰老 但长期服用 会导致体内寒气聚集 时间一久 便回危急性命 奴婢就说嘛 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是啊 生老病死 才是人生常态 不知道 大哥为什么突然让我查这种药材 太子殿下从不做无用之功 奴婢想 恐怕是和这吴雪基案有关 这案子是二哥在办 我倒是不担忧 的确是 公主 您今夜不回宫 万一皇后娘娘知道了 您又得挨骂 你又得挨骂 大哥被禁足出不了门 我当然要当他强大的后盾 帮他查案 洗清嫌疑 我挨两句骂 怎么了 您是庄云 嗯 不是庄云 开始是真云 后来醒了 林武佐 你建完公也棋之后 对无血迹的案子 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 据公格所言 女子服用饮冰汤十多年 才会在体表显现紫磅 而无血迹的尸体表面 已经出现了紫磅 说明他已经服用饮冰汤多年 这一点 正我困惑不已 无血迹今年二十三 那在十年前 他不过才十三 正是豆蔻年华 为何会为了美貌 而服用饮冰汤呢 这 确实是个问题啊 我该怎么跟你解释 薛姐姐的实际年龄呢 再者 我查看无血迹 发现他眼角有细纹 一个二十三的年轻女子 又常年服用 延缓衰老的饮冰汤 眼角怎么会出现细纹呢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我在想 死者或许根本就不是无血迹 林狐总 这善于思考呢是好事 但是咱不能跑偏了 我跑偏了吗 这死者身上的确是有很多秘密 但是死者确实是无血迹 咱们现在要查的是他的死因 不是他死人 但每一个细微线索的背后 都有可能隐藏着案件真正的真相 现在太子殿下是嫌疑犯 我们得先帮他洗脱嫌疑 你说 对不对 那你觉得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 我觉得 有一个关键人物被我们忽略了 是谁 我跟你说啊 今天早晨 我从秦亚小舟走的时候 发现小诺 正匆匆忙忙的要离开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了 而且 是小诺这阵太子殿下是凶手 杀人啊 太子殿下杀了贤贱 现在想 他肯定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血迹暗发后 小诺便失踪了 长童馆正在四处寻找 所以我们要先找到他 小青姑娘 你神情如此笃定 难道是知道小诺姑娘的行踪 小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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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诺怎么不在这儿 可我的小说里 他就是躲在这些歪脖子破庙啊 炭火还有温度 说明刚熄灭不久 看来这里的确有人待过 他也许又去了什么别的地方 小青姑娘 你是怀疑小诺在绿王府吗 除了几处 我想不出还会有谁跟我作对 殿下 把人带过来 你是谁 你是谁呀 你要干什么 零五座偷窥的时候 一定要低调 你为什么要偷看 我记得在如梦馆的时候 你说你是绿王殿下的人 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 我为什么说自己是绿王殿下的人吗 为什么 总不可能是为了做坏事 嫁祸给绿王殿下吧 就我说呀 你说太子殿下 杀五血清是因为情人 你怎么想到啊 这是 那是因为你得到我才杀了他 那得 那得 你说 这太子殿下 和五血清是什么关系啊 太子也有关系啊 做出这事 不然五血清死的时候 太子怎么会在身边呢 就是 来来来 最新消息 惊天大关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啊 这是绿王殿下写给五血清的情诗啊 什么啊 绿王殿下写的情诗怎么会在你手里啊 就是啊 对啊 不在你手里啊 我们不可一世的绿王殿下 竟然喜欢五血清 对啊 绿王殿下怎么喜欢五血清 我们大家要团结一心 让绿王殿下的痴情 发阳光大 让整个圣经城 都为绿王殿下的痴情 感动 乱来 他喜欢五血清啊 那太子和五血清和绿王是什么关系啊 有中理相征吗 当然不是啦 绿王殿下暗恋五血清 五血清和太子殿下 清清白白 你说我们就信啊 你不信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背后的人是谁吗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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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绿王殿下啦 绿王殿下 你说我们就信啊 绿王殿下是我的主人 我这可是内部相信 他是绿王的人 那他说的话应该是真的 我觉得谁知道 谁知道 本王会是个不错的主人 是 绿姑娘 真好 今日带了朋友一起来吃啊 您慢用啊 现在 我们倒是把太子殿下的舆论 领到了基础身上 可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小诺啊 好 先吃饭吧 林武佐 你果然在这儿呢 杜文书 老板娘 给我来一大碗馄饨 好嘞 客官稍等 你找我 林武佐 这碗馄饨必须你请 理由呢 你们是在找小诺吧 你怎么知道 我请 今天早上啊 在东正寺附近 有人发现 小诺忽然晕倒在箭上 别来人哪 有人晕倒了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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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啊 已经被送到了东正寺 此刻正在大楼内 居然又回到了东正寺 等我们去看看 老板娘 接三碗魂饨的账 剩下的帮我记一下 我下次过来吃 好 好 怎么样 小诺姑娘怎么说 小诺姑娘承认了 吴雪姬是为了容骂而自杀 与太子殿下无关 那你有没有问过她 她见过其中吗 我问了 小诺姑娘说 并未见过绿王殿下 那她是怎么离开外脖子蓬庙的 离开之后又去了哪儿 她说她放心不下吴雪姬 所以决定去见她一面 谁知中途体力不知晕倒了 寝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在东正寺 那好吧 来 我刚刚听他们说 齐王下了命令 今晚问完话 明天就要开刀神里吴雪姬呀 这么快 事关一国太子 吴雪姬又是圣经第一武器 这事情拖得越久 八卦就越多 的确越快越好 那她有没有说 可否愿意在宫堂之上 替太子去洗脱嫌疑呀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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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了 你不让里边怎么样啊 脚里边人打晕一下 不用知道了吗 皇太子殿下 老三 老三 你怎么来了 刚巧路过 老三 那是太子哥哥的位置 太子今日是嫌犯 难道还要坐着受什么 绿王殿下言之有理 在宫堂之上 没有亲书贵贱 只有公正 与真相 这家伙真是小杖八卧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我到底怎么才能把她干掉 我去大魔头 真下来 贵妃娘娘 方才有人来报 绿王也去了东正寺 这个季楚 他到底想干什么 从南建国回来就神神叨叨的 今天可是风儿的主场 他又去捣乱 娘娘 绿王殿下去了东正寺 这四个孩子 打小喜欢在一起玩 没想到再次相聚 却是在公堂 是 奴婢也感慨 陛下在何处 在宣泽殿 去看看 陛下 绿王殿下去了东正寺 拿纸和笔来 与纸 是 太子哥哥 你可曾杀害吴雪姬 不曾 那你为何在她的身边 我也不知 我被袭击后 醒来就发现在哪儿 这怎么回事 那你可看清 是何人偷袭你 看清了 沙皱 鲜不放尘 树榴画暗下 云水凉漫漫 空巷 忘歌在 古中央 举杯遥远 无处画凄凉 别距离难忘 有一乡情愿散场 三尺红台再点红妆 如今你又在世身旁 我又何必称望 你总不是我的远方 只是情不知所及了破心房 骗我今生遗忘与你同往 爱有多荒唐 重复着家乡 还想忘 情不知如何而终有彷徨 奈何成人奢望 任人欣赏 徒留我梦一场 怎么还渴望 和你共赴天荒 三尺红台再点红妆 如今你又在世身旁 我又何必偿望 你总不是我的远方 你总不是我的远方 只是情不知所及了破心房 骗我今生遗忘与你同往 爱有多荒唐 重复着家乡 还想忘 情不知如何而终有我彷徨 奈何成人奢望 达人心肠 徒留我梦一场 怎么还渴望 和你共赴天荒